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千七百七十九 使其成为了全球通膨率最高的国家 石油蕴藏量居全球之首的委内瑞拉也因此坠入水深火热 委内瑞拉货币几乎一文不值报道称 在野党占多数的委内瑞拉国民议会公布的研究指出 与2017年同期相比 2018年4月 委内瑞拉通货膨胀年增长率达到了百分之一万三千七百七十九 这一数字也验证了各大机构此前的预估数据 委内瑞拉也成了目前为止 全球通货膨胀率最高的国家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警 该国经济危机或将加重 通货膨胀率今年将突破百分之一万三千八百 报道称 尽管这个南美洲国家石油蕴藏量居全球之首 但仍出现了部分债务违约 其粮食和药物也严重短缺 文章分析认为 委内瑞拉外汇存比减少 总统马杜罗尼克勒斯莫德罗政府不断印钞 导致委内瑞拉货币玻璃娃 巴勒沃变得几乎一文不值 早在2016年 委内瑞拉的小贩就不再数钱 而是趁前2017年通胀超百分之两千七百 总统称遭美国经济侵略观察者网注意到 委内瑞拉通货膨胀问题有加重趋势 私营经济咨询机构去年12月3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委内瑞拉在过去一年内的累计通胀率就已超过百分之两千七百三十五 并跨过了每月通胀百分之五十的门槛 技术上进入了恶性通货膨胀状态 据了解 委内瑞拉2016年累计通胀率为百分之五百二十五 反对派控制的国会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7年1到11月 委内瑞拉物价上涨百分之一千三百六十九 此外 去年年底 三大国际评级机构 轮番条降该国的主权信用评级 使得委内瑞拉继续融资或寻求债务重组的成本变得极高 总统马杜罗和新政府经济学家认为 这是美国发起的经济侵略 其中存在多个地缘政治原因 但另一派经济学家和反政府人士认为 马杜罗拒绝对本国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进行全面改革 又不停止LINE钞票 将会使局面变得更糟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 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 不代表平台观点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关注观察者网 微信 G-U-A-N-C-H-A-C-N 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H-T-T-P-W-W-W-D-W-K-A-C-K-O-N-M-U-2-0-1-8-0-5-0-9-4-5-6-2-4-6-S-H-T-M-A